接上级 我没骗他 我要说多少次你们才会信 当模特穿这些衣服不都是正常的 外国还有内衣走秀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奇怪的 你们就是内心封建 肮脏才会不理解这种工作 你们这是歧视 田田 你告诉他们 我有没有骗你 周小阿姨 没有骗我 是我自己愿意拍的 你们不要怪他 听见了吗 田田都说自己愿意的 你们不能拿自己的封建思想来害他 阻止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孩子的决定 我也不会插手 毕竟我不是他亲生母亲 他喜欢追求自己 我尊重他的决定 田田走吧 我们去公司 不要跟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扯那么多 裴田田下意识看向裴季川 好像是在等他开口阻止自己 然而裴季川这次却没有看他 怎么了这是 我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 还不是那周巧和裴田田惹事 不知道去拍什么照片 乱七八糟的 他那哥哥倒是厉害 居然找警察去把人家异果端了 不过裴田田不听他的 以心要跟着周巧去干的什么模特 怎么小小年纪 事业心就这样重 但凡我也有这样的事业心 裴海说着说着 还佩服了起来 裴付他的口气 自从家里收养了这两个孩子 就一直很乱 但他也是重情义的人 妻子说两个孩子的父亲 对大儿子有恩 留了一言求他们收养孩子 要是他们不答应 那就是无情无义 他也不好说什么 咱裴家公的吃喝上学 已经人知已尽了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不影响咱家 随他去吧 到底是别人家的孩子 你们也别管得太深 以免日后长大了 还怨你们 爸你说的是 跟裴父说完话 裴玉琛便把裴海叫了出去 等宋言之听到敲门声出去的时候 两人已经不在了 但是门口却站着李秀和 你好 请问裴海在家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他谈谈 如果他不在的话 就算了 他说完 转身刚要走 又停了下来 对了 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他 今天下午六点 我在家属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下等他 让他一定要来 宋言之看了他一会儿 李秀和目光有些闪躲 随后转身走了 刚刚李秀和来找你 让你六点 去家属院门口老槐树下找他 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 裴海愣了一下 下意识看了裴玉琛一眼 嗯 去吧 有些话 要你自己说清楚 不要总想着 什么都让别人替你开口 下午六点 他到达槐树下的时候 秀和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你来了 我有重要的事想和你说 我也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 难道是推迟结婚的事情吗 他皱起眉头 这件事 我妈说得很清楚了 这一推又是半年 我年纪也不小了 连续几次相亲都没成 如今好不容易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男方却一再推迟结婚 这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我来不是和你商议结婚的事情的 我是来跟你说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虽然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态度变化这么大 但是我能感觉到 你是看不起我的 你既然看不起我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李秀和表情一将 你说什么 我要是瞧不起你 我会和你结婚吗 我之前是认为你有点不成器 但是我也说了 只要你听我的 工作的事情 我父母替你解决 自然也没事好说的了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本身就有工作 听你的呢 为什么要求我变成你嘴里满意的模样 我不想为了别人改变自己 那不是我想要的 秀和姐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 之前我一直让我妈出面 一直逃避这件事 但看你们是认真的 真的要着急结婚 我想我应该跟你说清楚 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 我是不轻易结婚的 这对你我都不好 我希望你理解 你 你对我哪里不满意 你可以直接说 秀和姐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咱们不合适 各方面 我希望你不要勉强我 以前你怎么没说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了 什么 呵 你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你才和我退婚没多久 就和别的女人去看电影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总归 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他狠瞪了裴海一眼 转身走了 另一边 周桥领着裴甜甜回了公司 本身是要去道歉的 可是公司却不让裴甜甜回去上班了 说是他这一次影响太大 害得他们都被上面盯上了 认为他们在做一些不正规的宣传 这件事闹得很大 很多同模的家长都闹着要解约 不仅如此 他还要赔偿这一次公司损失费用 他没办法 只能去找杨伟帮忙 倒不是我不想帮你 但是我之前都是靠着别人 才把你们介绍进去的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说来我也有责任 人家不找我麻烦都已经算好了 哪还能让他们不追究责任呢 高低应该也没几百块钱 我相信你肯定拿得出来 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杨伟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眼神中已经有了些不耐烦 当初他从周桥口中 听出很多赚钱的门道 却没想到第一步就要让自己赔钱 裴甜甜被送了回家 裴气川看见了他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回了房间 裴甜甜咬着唇 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唐屋内传来吵架的声音 你跟人家秀和说什么了 你疯了吗 这事再不成 日后谁还敢嫁给你 人家不要彩礼 人漂亮还有家事 哪里入不了你的眼 你要跑去让他退婚 你翅膀硬了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你老实跟我说 是不是你哥背地里跟你说了什么 破坏了你跟秀和的关系 跟我哥没关系 是我自己想清楚了 我不喜欢他 强扭得挂不甜 你懂什么屁的喜欢 结婚的日子过着过着不就好了 我们那年代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那是你们那个年代 跟我现在这个年代有啥关系 你不能因为自己不能 也不让我自己谈对象 你不孝子 你是想气死我 我不想听你胡搅蛮缠 你赶紧去找秀和盗窃 这个婚事咱们绝对不能退 我不去 你要去你自己去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 你就想着等我们结婚了 又把那两个孩子给我大哥大嫂送回去 你害我就算了 连大哥大嫂都不放过 他们现在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 当初大嫂明明不同意收养两个孩子 可你却告诉大哥大嫂愿意 还逼着她收养两个孩子 害得大哥大嫂现在关系都不好了 我要听你的 我肯定也不会幸福 胡说八道 什么叫我逼着她 那是你大哥救命恩人的孩子 咱们家本来就该收养 我原先以为他们是姑 实在没办法 我也不说什么 可周巧分明就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把两个孩子还给她 我说你当初怎么会乐意帮人收养孩子 原来是因为是你好姐妹女儿的孩子 凭什么她的孩子要我们陪家帮着养 这会儿要送走 也应该送去给周巧 而不是给大哥大嫂他们 你个混账东西 你 你 你知不知道那两个就是你的孩子 什么 勉強 背新 这里不愉快